娱乐圈中不乏帅哥美女,对于自己家的爱都难免各之一词。 那么来看看今年的全球最美面孔名单,有哪些明星入围了吧? 陆寒因为公布恋情,导致他的人气略有下滑,但是陆寒的颜值还是依旧在线的。 这次的榜单中,依旧有他的一席之地,胡一天因为和某网红有一段相艳的绯闻,而且还在事后公开的审阅,于是导致了人气的下滑。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颜值,虽然王鹤帝在流行花园中饰演的道明寺,被称为经济是有难,但是同上,并不妨碍他的颜值。 这个应该算是帅到活外去了吧,蔡徐坤通过选秀节目,偶像练习生C位出道,在成功出道的同时,还拥有了大批属于自己的粉丝,而他的帅气同样也是帅出了国界。 宋威龙英文范妖青城进入大众视线,在这之后就是和关晓彤主演的凤秋皇,让他为更多的观众认识。 虽然主演的剧口碑不算好,但是本人颜值还是在现的,文俊辉现在是韩国男子演唱组和Seventeen成员,但是他确确实实是中国人。 所以也可以算是中国的男性,颜值也无可指摘。 董思成和上面的文俊辉一样,也是中国人。 但是在韩国发展,他是韩国人剧组和NTC的成员之一,而且董思成还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呢。 董静一自从岛国人民评选出四千年一遇美女之后,这次又登上了2018全球最美,面孔的名单。 看样子他却是很受外国友人的喜爱,迪丽热巴作为先进加入的人气小花。 不仅在国内人气爆棚,在国外也深受外国网友们的喜爱。 这次的名单中也有他的面孔,成肖是偶像练习生中的美女导师,不到二十岁就已经是导师,成绩瞩目。 而他在韩国也同样被受关注,虽然美貌是认可了,但是名字好像是错的呀。 宋倩最近在国内的风评不错,演技拿得出手,本人颜值也十分的在线。 宋倩的言,不光国内吃,国外也吃,此次的奖项提名也有宋倩。 周杰琼通过偶像练习生为人所熟知,他第一组热舞照,让人念念不能忘。 但是人家不仅舞跳都好,演技也在线。 这次同样有他的遗憾,冯绍峰和赵丽颖结婚,倒是让冯绍峰的前女友,门轮翻得上了热搜,林月自然也不例外。 不过这都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,林月的颜值还是能早的。 朱朱虽然在国内不算很出名,但是他的颜值却身受外国网友的肯定。 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第四次,入取美国电影评论网站TC Candler,公布的全球一百张最美年口名单。 这次应该是第五次了,这些明星你觉得最终谁能夺冠呢?